我要回去 我那都不知道 进去一点 我先查透这些东西 警方从嫌犯机车置物箱里 发现整批热毒咖啡包 更在祖咸租屋处查货 大量的Ketamine毒品原料 及风魔机等分装器具 这个驻联邦宏轮会旗下的贩毒集团 经营范围遍布整个大台北地区 台北市警方缤分堕路 在双北分别破货分装厂 及货仓库 起初市价逾1200万元的 5公斤卡系统毒品原料 及1000多包堵咖啡包 并逮捕12人到案 不针对范贤之住所聚集场所 长话毒品之仓库等据点 执行搜索 于台北市文山区 查货毒品咖啡包仓库 查扣毒品阿绵他命咖啡包1001包 于新北市永和查货毒品仓库 查扣参有第三级 毒品Ketamine卡系统的咖啡包 443包 于新北市板礁区 查货该集团制毒分装厂 现场查货第三级毒品卡系统 一公斤装5大包 封膜机一台 检警方面调查发现 这个贩毒集团 采一条龙公司化作业 从租屋设分装厂 集货仓库 再到下游养的众多小弟 担任送货小蜜蜂 透过社群贩卖毒咖啡包 并由小弟亲自将毒品送到客户手上 还每周发放薪资 警察该犯罪集团购入大量毒品进行分装 将毒品与咖啡粉 果汁粉等混合 制成毒品咖啡包 透过网络社群进行贩卖 以公司化模组管理 每周以新资贷发放薪资 约2至4000元 重属阶层结构明确 警方已经将全案一违反毒品 违害防治条例及组织犯罪条例 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其中严信主嫌遭积压禁建 初步估计 查获的制毒原料 可制成高达3万包的毒咖啡包 所禁警方及时破获瓦解贩毒集团 也阻止大批毒品流入市面 违害国人健康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